巴黎国小有一只很有名的校犬 他叫做黄玉芝 他不单受到全校失声的宠爱 还成为校园里宣导生命教育的最佳教材 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 校犬队特别来到幼稚园宣导 让小朋友学习了解小狗的情绪 有没有看到这只小狗掉下眼泪 他哭哭了对不对 就表示他怎么样 哀伤 校犬队的大哥哥大姐姐自己制作海报 用可爱的图案来吸引小朋友 看小朋友哥哥神情专注 嘴巴张得大大的十分投入 不过一到有讲真答的时间 小朋友似乎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到黄玉芝本尊 我家里有狗狗 黄玉芝本尊 因为有一只狗 我两只狗 大家都很喜欢狗狗 黄玉芝本尊 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引导下 小朋友排成一列 等着摸玉芝的头 大家都直呼 玉芝真的好可爱 小朋友和狗狗面对面接触 学习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大理国小校选黄玉芝成了下园里 神明教育最好的教材 天安电新闻审舅里面会 大理采访报道